一起来热烈的请出纪凡系彩妆代言人摩登兄弟刘宇宁 欢迎宁哥 嗨 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很高兴又能来到我们纪凡系美妆直播间 跟大家分享我所喜爱的美妆品 好 我觉得刚刚其实宁哥一直在旁边听着 是一直听着 大气都不敢出 都不敢动啊 因为这个椅子有声音 对 非常的配合我们在前面说offer 真的谢谢啊 而且粉丝朋友们非常的热情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支持宁哥 那其实我特别想要恭喜一下宁哥 今天新歌发布 是的 是的 谢谢 是吗 大家一起在屏幕上恭喜一下好吗 龙吟 对吗 对 今天这个一首游戏的一个角色曲龙吟发布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发布完得到的反馈是怎样的 就大家觉得好像还挺 就比我以往拍的那些那个MV 可能要帅气那么一丢 有没帅气过吗 有的 当然还有丑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 一直很帅气 只是今天因为我也看了 嗯嗯 我是在某社交平台看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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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袭黑衣我记得 对 一袭黑衣 然后一个漂染了几根白头发 对 然后 比较有造型感的 而且是国风 这是那种翩翩的那种少年的气息 是的 以前拍的一般是因为这个 没跟那个机盘机合作嘛 现在合作了用他的化妆品就画出来 然后帅气了一丢丢 所以你那天拍MV的时候一定抹了这个 那不然 涂了四宫格的散粉 是的 涂两回八宫格 对 八宫格 特别漂亮 是的 所以你看代言人非常的称职啊 大家也在刷这个龙吟的名字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听这首歌啊 观看这个拍得非常辛苦和认真的MV 好 那是今天的这首歌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计划呢 对 就很快就回恒店开始 怎么说呢 筹备下一部戏了 然后好好的看看剧本啊 然后开始定装 包括一些围堵 包括一些训练 然后都要开始了 又开始拍戏了 真的啊 这进组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啊 对 就是因为进组 你就会四个月基本都待在组里 然后就是你得投入到那个角色 和那个戏份当中嘛 嗯 没事 你要是有空了 这个在拍戏的间隙 可以多直播直播 跟我们玩一玩 对吧 当然可以啊 发一点动态 让喜欢你的粉丝们能够啊 知道我们宁哥 嗯 在拍戏的间隙 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对不对 好 所有的人在说 那首歌好听又好看 是吧 好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 也期待你新的影视的作品 对吧 我们要一起来期待一下 嗯 别快了 对 那现在已经到年末了 11月了 天哪 今天10月4号了 我刚算了一下 好像还有五十几天 就到2024年了 是的 马上跨年了 嗯 这个要请宁哥说一下 你还有什么今年没有完成的小目标呢 今年没有完成的目标 基本都差不多了啊 今年再拍一部戏 我估计今年也算比较充实的一年了 嗯 然后呢 就是反正 嗯 就 就 音乐该发的也发了 希望就是在今年年末的时候 把专辑开始发 我感觉宁哥是一个挺知足的人啊 而且有这么多人陪伴你 其实这一年应该是非常的满足的 对 就很充实 然后也怎么说呢 我的这帮朋友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底气吧 嗯 我觉得就踏实 对 这帮朋友们说的就是你们 请在弹幕上让我们知道 是的 家人们啊 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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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扣一是吧 可以说 家人们扣一 好 我希望呢 今年所有的朋友们 不只是宁哥 我们都能顺利地完成 我们这一年的对自己的规划吧 没错 是吧 当然我们也是期待 明年新的一年啊 大家有更多好的发展 也期待宁哥有更多好的作品 给我们见面 好了 一定 好 一定 那今天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来 完成今天晚上的任务啊 来哦 今晚上是有任务的啊 但我觉得对你来说太小意思了 也不至于啊 也不至于啊 对 得有 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些 就是挑战感 会更加积极一些 是吗 那我们这个游戏 再重新设置一下 这游戏不难 是吧 可以 可以 好 我们今天有三轮挑战啊 每完成一轮 宁哥就可以给粉丝们发放福利 好吗 所以其实可以大家一起来 好好的陪着宁哥 来完成这些游戏啊 可以的 可以的 那我就好好加油 然后争取一波福利 发给家人们啊 争取一波福利啊 争取一波福利 他们说你的腹肌在哪里 对 对 我去年许下一个训愿 我说今年这个年末的时候 有机会给他们秀腹肌 但如此看来 今年应该是没办法 所以明年咱们努力吧 我跟你说 你请你的化妆师 把季凡希的柔光粉底液 通过不同的色号 不同的排列组合 可以涂出那个腹肌 哦 加上阴影什么是吧 对 加上阴影 也是可以的 就是亮的地方涂浅的 深的地方涂深的 对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好 第一个游戏呢 我们为宁哥准备了 一个小的道具啊 是这样的 它呢 是一个 满满的九宫格 好 那这个九宫格呢 上面每一张呢 都是季凡希的彩妆品 彩妆的单品都在上面 然后呢 我们要考一考 宁哥的记忆力啊 就是说 您待会几秒钟 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翻到背面 哦 然后翻到背面之后呢 你就要凭着你的记忆 迅速地翻出两张 两组 两张的相同的产品的图案 那么就算成功了 好 因为这里面是有两组 两张图案是相同的 可以的 好不好 那如果没翻对 我们就要翻下去 直到答案翻出来为止 是 翻到八点半咱们 对 翻到八点半 好了啊 好 翻到十点半也行啊 只要你不走都行啊 可以的 我吃饭来的 真的 好的 那就来吧 我们先给朋友们和宁哥都看一眼 对对对 看得到吗 你记住了 这就记住了 我还没记住呢 我看一下啊 哦 好 好 那现在呢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也没有作弊啊 我们是这样 宁哥是完全看不到这个牌子的 但是观众也可以看到 您看一下 请翻第一组 你觉得在哪个位置和哪个位置 两张一起翻 两张一起翻啊 嗯 就这个 这个 和这个 真的 对吗 啊 不对 what 不对 不对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对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不对 其实他们是一个系列 几位 这个呢 是四公格散粉 这个 这个是四公格的蜜粉饼 明白明白明白 我把这个给你留着 你想想看它 可能会在哪啊 哦 或者你翻回去 或者你翻 你重新翻吧 重新翻 重新翻啊 谢谢你让我们更多了解 季凡希的彩妆品 没错 那我就都翻一遍 都翻一遍吧 都翻一遍 不是不行 是吧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柔光粉底液啊 那不然呢 对吧 这个柔光粉底液 就是刚刚说画腹肌那个 对 我知道了 刚才翻的是这个 这个是吧 对 这个是四公格 对 还有这个 哎 对了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组 可以拍到我的特写吗 是的 第一组宁哥已经找到了 在最左上方 和中间的第三排 是四公格的散粉 嗯 完成一组 还有一组 还有一组 请找 白夸记忆力好了 真的是还夸了我一波 很好了已经 这个 啊 你是在炫技的吧 没有 就因为这 相对来说 可能简单了一些 不是我知道 因为这张 其实刚刚出现过了 所以你知道 我知道 他大概对 在哪里 是不是 聪明 机智过人 好机智 所以这个呢 找对了 是四公格的 蜜粉饼 方便我们补装使用的 嗯 没错 其实整个九公格里面 也就这两组 是相同的 恭喜你找到 哎 全场掌声呢 哎 难道 难道你觉得 这个很容易吗 太厉害 刘宇宁不是傻子 太棒了 对 你眼力劲和记忆力 都挺好的 是的 这个解锁真的成功 哎 他们都很冷静 我想说你们来翻翻看 真的是挺难的 不容易不容易 好的 那这个图案呢 已经找到了 我们就要恭喜宁哥 轻松地完成 第一轮的挑战啊 那所以呢 刚刚呢 我们拼到的呢 是纪凡希的这个 四公格的蜜粉饼 以及四公格的散粉 那他们呢 其实呢 都是我们整个光彩底妆家族的 一对 定妆的姐妹花啊 对 那我们既然翻到了产品 我们就来说说看 好不好 那姐妹花在这里啊 这个是我们的散粉 这个呢 是蜜粉饼 嗯 好 那宁哥平时都会用哪个色号 你还记得吗 就一色号嘛 一色号 因为它这个 因为拍戏的时候 它跟那个拍什么杂志啊 包括什么广告 它不一样 它需要相对 还是说自然一些 清淡一些 然后就是定妆的时候 会有一些轻薄感 就别满脸粉底 特别厚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你们现在拍戏 其实那个镜头非常高清 是的 是不是 8K多 8K了嘛 是的 就是要非常清晰 而且要很清爽 好 所以这个一号色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颜色 对不对 一号色 记得很清楚 而且我觉得四公格的散粉 能够让那么多喜欢 其实也是因为它无可挑剔的 一个定妆的实力 好 那继续问一下 既然代言人一直在用 请问你有什么用它的小妙招吗 小妙招 就是也不知道有多妙 正常就是正常就是我会这样 我会这样先打开它 然后把它这样翻过来 然后这样拍两下 拍三下也是可以的 行 然后呢 拿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就非常神奇的 就是它这个粉饼上会有一个 我们这个 对对对 看到这边看到这边 一个logo 然后非常的酷 然后呢再这样 太细了 这个粉 真的是 因为你刚刚拍三下 拍了挺多的 只有张纸 没事 然后这样 这样搓一搓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这样 整一整 这样 对 整一整 就这样是就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清爽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那种 美妆博主上线 是吧 我是那种 真的这个猜一猜 卖化妆品那种 没有 桂圆是不是 你是代言人呢 最帅气的 可以充当一个桂圆的 对 我跟你讲最好的代言人 其实跟桂圆是一样的 就是要如鼠加针 没错 对吗 就是如鼠加针 咱都没有差距 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磨好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 非常的融合 四个颜色在一起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 根据您哥刚刚的 这个用法学起来 其实它这样涂在你的脸上 补妆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轻盈 是的 对吧 而且你就永远能够看到 那个4G 4G的那个logo的图案 对 4G 还有一个方法呢 是我们化妆师教我们的 然后呢 它就是 在你可能不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今天不是要给大家送 你签名的这个 散粉刷吗 散粉刷是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好想要这个 但它是先到先得 所以大家要赶紧来下单 好 我们先呢 把这个盒子还是合上 合上以后呢 也像你刚刚那样 横过来 然后拍两下 然后呢 它也会出现在这个粉盒里 是吗 在这个粉盒里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 对 谢谢 好 你看这个也是四色耶 嗯 你们看这个粉刷 然后你就可以 在这个上面把它 搅匀了 明白了 然后抖一下 嗯 然后其实也是可以 很好的在脸上 来轻轻的 粘取一些粉质 然后涂在你的脸上 它就像附上了一层 清透的美妆的 美颜的滤镜 而且自然就能提亮 你的肤色 冷白皮的感觉 马上就来了 哦 这个是可以啊 冷白皮 就是讲究的就是 一个冷白皮嘛 现在大家都追求 这个冷白皮啊 是的 哎你也知道冷白皮 我当然 当然 我美妆博主啊 专业专业 所以你看 就是你在外出 上妆的时候呢 是吧 就可以用到这个 散粉 对不对 然后它我觉得 它相对来说 可能更专业一些 没错 好 帮我一下 那接下来呢 哦 谢谢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你要出门 补妆了 对不对 你要外出了的时候呢 就要用到四公格 散粉的姐妹花 在这里 对 就这个 它这个造型 相对来说小巧一些 然后呢 就比如说女生 出门的时候逛街 什么的 放在包里也很方便 对 它就是一个蜜粉饼嘛 对吧 放在包里 非常的方便 是的 而且呢 它其实拿来补妆 也很高级 对啊 很酷啊 哇 激凡戏 牛激凡戏 绝了 是不是 你好有品味 是 衣服都激凡戏了 这是不然的 真的就是很高级 然后呢 小小一盒 塞进包里很方便 那还有一个名字 它还有一个名字 特别可爱 因为跟它里面的内核 很相关 还有一个可爱的 昵称叫做 马卡龙饼 马卡龙 对 就那种马卡龙色嘛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定妆神器 是的 是的 好 你觉得是不是 你帮我们也拿一下 当然 当然 嗯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哇 这真的绝了 就很酷 盖上也觉得 拿这么个东西也很酷 对吧 你应该用过吧 觉得它的粉质怎么样 就是也是很轻薄嘛 就会让你觉得 就很清爽 不会有那种特别 特别就是压脸的那种感觉 很细腻 很细腻的感觉 对 那么细致的定妆呢 非常的简单 其实这一款蜜粉饼呢 它是可以达到 12小时修正你的妆容 24小时让你柔物持妆 咱也没办法 工作24小时吧 总要睡觉吧 12小时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已经很厉害了啊 然后呢 它还可以让你在外面 待上一整天 真的能够让你的肌肤 保持非常清爽的状态 而且让你的底妆 是牢牢的扒在脸上 而且它用起来 真的很方便 就这样 刷两下 然后这个刷子 就在你的脸上 哪里需要补 哪里出油啊 哪里需要定妆啊 就可以了 明白 明白 所以像这种 我想问一下 那像这种两款定妆神器 你觉得它们的区别是 是什么 然后怎么搭配的使用呢 怎么样搭配啊 其实我觉得 它们的运用场地 是可以区分的 比如说 您刚刚说了 像这个的话 按照刚刚你的方法 我们其实可以 把放在梳妆台上 或者是 在家用 对 树洗间啊 什么的 然后呢 在家里用 可以完成一个 最后的定妆的步骤 它就是可以帮你在出门前 保证你一整天的美丽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为了我们的妆效 更加的完美 所以我们需要出门的时候呢 在包包里戴上 这样一个马卡龙饼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拿出来补妆 那你们的妆效 就可以一直保持在一种 非常清透和自然的光彩里 就是谁见你的时候 都会夸一句 像我刚刚你来 我也想夸一句 谢谢 宁哥你的状态好好 我谢谢你 这两天睡得比较好 睡得还行 而且你脸好小啊 还行 还行 真是有压力 尽量把我们少铜框了 也不用 不用 挺好的 我们主持人非常美 谢谢 谢谢 等到了这一句 好 其实它是要给我们一个 超长待机的 一个自信的状态 然后也希望能够 在季凡希的美妆的直播间 能够把这个 散粉和蜜粉 蜜粉饼一起带回家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礼赠的力度非常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李赠的 大家呢 如果在下单 我们的十号链接 对吗 十号链接是散粉 一号色 领券120元 到手呢 是470元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迷你 看这个还有更可爱的 这个是一个四宫格 迷你的散粉 二号色 那么还有呢 一个柔光的粉底液 N95号 五毫升一支 其实这些旅行的时候都很好 对对对 对吧 还有一个签名的 就刚给大家看过的 正装的散粉刷 以及一款心无禁忌的香水 一毫升 这个其实放在化妆包里 补涂也很好 对对对 还有柔物粉底液 一毫升 以及唇装的试色卡 这个其实就是你拿不准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用这个试色 试试 来试一些 其实这个可以涂好几次的 当然当然 对 包括这粉底液可以用好多次 对可以用好多次 好 那当你呢 找到我们的9号链接 购买550元的 纪凡西四宫格的蜜粉饼 一号色的时候呢 就可以获得一个纪凡西的粉红明星套组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一个粉红色盒子 它其实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别人 是的 然后我们可以拉开来看一下 很美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粉色的 对 粉色小羊皮 然后这个是一个润肤乳 这个是一个香水 然后它都是粉粉嫩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女生 好 这样一组呢 有一个明星的套装 还有柔光粉底液 5毫升 还有签名的正装散粉刷 还有禁忌香水 柔物粉底液 和纯妆试色卡 这一堆都是买这个蜜粉饼就可以送的 所以非常的厉害 是的 刚才 没有 辛苦你了 没有没有 刚才我看那个弹幕 有人说 那个要让我说一句 公主请下单 这种意思 就是 就是邀请大家下单 这最近什么梗 叫公主请下单 有梗吗 我们断网了吗 是刚刚 我不知道 公主请下单 可以告诉我们公主请下单 什么意思啊 就是 反正就是下单不就完了吗 对就是因为叫他们公主 可能他们才会 他们就很开心 才会开心 哇 厉害厉害 那为了下单 叫你公主皇后 我们都做得出来的呀 可以的呀 可以的可以的 我来说公主请下单 主公请下单 很好很好 对 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啊 反正已经该下单 就赶紧去下单吧 因为刚刚说了好多的李宗 都是先到先得 是的 好 希望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啊 好 那刚才呢 我们是给大家玩了一轮游戏啊 也给大家一些下单的机会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给大家送个福利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刚才我觉得还 相反来说有点简单了 然后下面可以稍微难一点 有点挑战感的 真的挺简单的 所以现在呢 我要公布一组啊 这个抽奖的口令 今天的第一轮口令呢 就是刘宇宁来了 刘宇宁三个字 刘宇宁刘宇宁来了 好 他们说把他们当公主 所以就是那个公主请下单 厉害厉害厉害 是的 好的 那么刘宇宁来了 大家赶紧在评论期刷出来 那我们待会呢 会由后台的工作人员来截屏 为我们来抽取五位幸运的粉丝 送出季凡希的礼盒 那这个礼盒呢 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礼盒 它是要请宁哥现场帮我们签名单 哦对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 差不多有20份礼盒 要送给大家 就这样礼盒是吧 好 行 好给大家看一下 签完之后就是这样的啊 对新鲜出炉 这个就是限量版了 绝对限量版啊 他有他不是签20个吗 今天告诉我 那边还有呢 待会要下播之后 请宁哥给我们签 对签一下 这20个也就是独一无二的20个 就这20个 对没多少了 所以大家赶紧要下单啊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点刷屏的时间 在刷口令的同时呢 也请大家一定要来关注直播间 并且成为季凡希美妆的会员 我们工作人员呢 也会在后续核对中奖的名单 给大家祭出这份惊喜的福利 好 那这个礼盒已经签好了 我们是不是刷得差不多了 大家都在刷 待会呢 要请宁哥帮我们喊三秒 倒数三秒 然后我们就请小助理们来截屏 好吗 好的 来 好 第一轮请准备 来 三 二 一 截屏 好 截屏 好 请他们把中奖的名单给到我 我也会为大家展示是哪几位朋友 能够获得今天的这个签名的礼盒 好 有了吗 有了就可以给我了 我们也请顺颖老师准备一下 我们可能要拍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几位啊 好 一贯五位 一 二 现在只有两位 待会我们还要再抽一次啊 这两位来给大家看一下特写 好 第一位的ID是16061677881呀 第二个是TB49616481 好 这是两位 所以宁宁辛苦你还要再为我们喊一次 好 来 三 二 一 等一下他们还没准备好是吧 你先退出 好 你好了吗 OK 来 请 三 二 一 接屏 好 接屏 看看有哪些幸运的朋友啊 一共我们还差三位 对 一共会有五位幸运的粉丝可以获得 纪凡希的宁歌亲笔签名的礼盒 好 那么念到ID的小伙伴们购买下单之后 七天内啊 可以主动的联系我们的客服 好 现在来了另外两位 可能还要再抽一次 好 一位呢 是兔年脱单 告急 冲冲冲冲冲呀 第二位是 TB49610 这个也抽过的 刚才抽过 对 所以还差三位 这几个哥们 不是 你们是在轮流刷吗 整听狠 一直刷 你们刷的有多狠啊 赶紧 对 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是的 顺便我也把这个 我们再让他们滚动一下好吗 我把后面的需求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要记得 今天拍全场的专属链接 我们会送给大家一套明信片 也是您哥的 那这一套呢 是一个ID最多可以赠送十份 以及我们全场消费满700元呢 就可以送散粉刷了 那当然支持您哥的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要记得 就是最新的明信片的周边呢 无法同隋单一起来寄出 所以我们的产品和明信片呢 会分开发货给到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和理解 同时呢 我们的明信片的发货呢 以平台的发货时间为准 所以敬请期待 当时还 当然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的签名的正装的散粉刷 也是先到先得 所以如果受庆的话 就同等的机制力度 大家再去选择其他的赠品了 所以要加油加油好吗 好的 来再来一个是吧 好来 我们再来准备啊 好OK来 请准备 二一 截屏 截屏 还差两位是吧 好 好嘞 来 好口令还要是对的 如果错的可能也不行 所以必须要写刘宇宁来了 好 这里有两位 一个是谈谈谈谈谈谈谈走黑眼圈 第二位是白鹿为双喵喵喵 好第三位应该是刘宇宁的小心肝 那不是抽两位吗 就是没有显示到 哦 我们是抽两位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这两位 谈谈谈谈谈走黑眼圈和白鹿为双喵喵喵 好 恭喜你们 五位已经抽完了 好的 可以拿到亲笔签名的礼盒啊 好的 那抽完奖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轮的挑战了 那么在这第二轮的挑战里面呢 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是一个 干皮本命秋冬底装方案推荐 我感觉这个挺专业的 这个太专业了 让肌肤无死角的精致加分 展现天生好皮的绝佳状态 宁哥你有信心吗 我听这个 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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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感觉好像有点难了啊 确定吗 你刚刚不说要来个难点吗 是啊 这不 狂忘了吗 那我们就来个难点吧 好呀 好 看看有什么 看看难不难啊 好 我们首先呢 先说底装啊 比如说宁哥 你对于底装 你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反正我自己要求就是稍微自展一点 尽量别让别人看出 就是有很重的一个妆感 然后那种假面感那种的 说到假面这个词就已经非常专业了 是吧 没有对 就非常自然对吧 天生好皮不要假面感 而且我觉得其实男生更需要更加自然的妆容 对 男的稍微就是自然一些 对 自然的妆容 而且现在呢 其实已经到了秋冬季啊 非常的干 又换季 所以很多小伙伴们呢 在上妆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肌肤的问题 会很影响我们后续妆容的打造 对 你就到了秋天的时候 尤其换季的时候 你的皮肤就会很干 然后呢 有的时候脸啊 会会起皮啊 包括嘴唇 有的时候也会起皮 对 脸会起皮 嘴唇会起皮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而且我发现其实 像您哥已经很有经验了 知道可能在秋冬天上妆更难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冬季使用的一款粉底液 就在这里 柔光粉底液 瓶子就很漂亮 对不对 我们天生高定啊 是的 首先呢 它的质地其实非常的绝 我打开一个给大家试一下 我就试这个N95 这两瓶是一样的色号 它抹开 就非常的好 涂开 来 可以特写看一下吗 老师 哎 好 那 这个呢 就是会非常的 丝滑 嗯 有没有 像奶油一样 有没有 很细腻 很柔软 很细嫩 而且你看 是不是很轻盈 是的 就您说的 刚刚不能假面 所以当它涂在脸上的时候 你会想象到 它的那种轻盈的质感 其实很水水的 对 就轻轻一拍 它就晕开了 而且它里面呢 是含有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精华的 所以其实它是有养肤的成分的 同时呢 它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持妆能力 也是很厉害的 而且你看到它的流动性很好 就是上妆之后非常好推开 不仅轻薄 关键它其实还是具备了遮瑕力 和这个持妆的特性 因为它拥有12小时的柔光 24小时水光的持妆效果 它被公认为是暗皮救星 就是当它非常的 就是透亮 然后不氧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 永远看上去那么亮白 对不对 而且它可以让你的毛孔变得 就是不明显 会有点隐形毛孔的作用 一些脸上的小的瑕疵 也会被你掩盖 就像磨了皮一样 所以有一种 由内而外的清透 非常的自然 对 就是它可能表面上看起来 就像水一样那种 就是比较轻薄 对 然后还很滋养 但是其实它遮瑕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嘛 对 我想代言人士 应该会经常用到这个产品 我把它涂匀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都没有用专业的化妆工具 我就是用手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特写 这会冷白皮来了吗 对 冷白皮 这样看吧 老师这样看吧 这里 是的 就非常的有那种光泽感 对不对 好 冷白皮 真的是 你看两边区别一下 真的区别很大 是不是 这边就会冷白了很多 是的 好 那这款粉底液呢 我给大家推开来给大家看过了 好 接下来呢 小小的考验就来了 来 好 我们需要您个模仿啊 这个带货的主播们 来向粉丝们推荐一款柔光粉底液 来 在您这 哦 我来 难不倒吧 难不倒吧 还行还行 我试试呗 就是 呃 模仿 模仿主播是吧 就是那种 看你喜欢那种风格的 嗯 来 朋友们可以看过来啊 这款这款产品呢 那我是我们纪凡希的柔光粉底液 轻薄细腻 然后呢 可以为你打造非常干净自然的妆容 那 反正和我一样喜欢这种自然妆容的朋友们可以入手啊 可以这个闭眼入了 朋友们啊 这个给你秋冬打造一款非常滋润 然后又轻薄的妆容 推荐你啊 好 你说完我感觉我能下岗了 也不能 你来说offer 你给我专业多了 没有 你来说offer应该会说的让他们更心动 关键是我发现了 有一个点在于 朋友们 就是大家会很有 没有距离感 是 我听那些主播不是叫宝宝们吗 什么 家人们 朋友们 然后今天学到一个词 公主们 公主们快点下单吧 请公主们下单 请公主上车 好 请公主上车 好 我们感谢您哥的分享啊 掌声在哪里 谢谢 对 谢谢 好 那我们也希望随着刚刚您的这一波啊 分享呢 能够让季凡希的柔妆粉底液 为自己化一个无懈可击的高级感的底妆 带着自信的态度 美出自己的风格啊 那么今天呢 在直播间下单这款柔光粉底液呢 我们还会赠送出配套的必备上妆工具 带上这些赠品 出门旅行 然后化妆也会完成一套 一整套妆容 不用担心啊 我们的柔光粉底液在5号链接 5号链接 那今天呢 购买这一瓶价值600元的柔光粉底液 N95号色呢 就可以获得柔光粉底液 N95号同样的色号 5毫升有三只 有三 其实5毫升有三只 已经15毫升 15毫升了 这个可能也就30毫升吧 对 其实已经是半瓶的量了 送了你半瓶的量 好 然后呢 还会有签名的正装的散粉刷 和心无禁忌的香水 1毫升 以及柔物粉底液 就是那种雾面哑光的1毫升 还有唇妆试色卡 非常多的礼赠啊 600元 在5号链接 大家赶紧去下单 好吗 好 那刚才呢 我们说到可以让柔光粉底液 为我们的肌肤 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 那接下来我刚刚听到 其实您哥说 在秋冬天皮肤会干 还有哪里会干 是啊 嘴唇嘛 总是爆皮啊 嘴唇也会很干 我也是觉得 这个嘴唇干 你知道 因为您是北方人 对不对 东北 我东北的 对 东北 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不管在东北 还是在相对北方 其实南方也是 对 就是 就是会 对 你到换季秋冬的时候有风 风比较干的时候 就会 让你的嘴唇就 就有的时候会裂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包括之前 之前在沙漠 就是你像比如 比如说你去那种 沙漠的地方拍摄 包括我去敦煌 拍戏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特别干 特别干 然后呢 而且是在那种荒芜人烟的地方 特别干 就是说你会 你一定要准备这种层高 否则 你会影响这个拍摄效果了 对 而且它会影响你上妆 是的 你跟人说说话 嘴流血 嘴唇流血了 也挺吓人的 就对 是的 然后也没法拍摄 是的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 比如说在秋冬天 如果我的嘴皮破了 有的时候我嘴皮破了 我就会 越演越烈 我就会去撕它 你知道吗 哇 真的 然后就会 越来越糟 好的好的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 尽量爱吸自己 所以啊 今天呢 带着这个秋冬季啊 这个大干皮啊 嘴唇也很干裂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 纪凡希的宝藏单品 它呢 其实是纪凡希 小羊皮润魂膏之后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之后 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色号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润唇膏 对 对 它是一个滋润度满满的润唇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首先自己就非常的颜值高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小羊皮 对吧 但是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颜色润润的 没错 可是它有一个很厉害的点 可能另外一款更看得出来 它上面有着我们所有纪凡希 四肌的一个图案 一个浮雕 所以它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但白色没有那么清楚 待会给你看另外一个颜色 这个00号真的颜值就很高 对 对不对 您可以拿一下 对 因为因为我家朋友一定知道 我是用这个的 因为我在很多拍戏的时候 就拿出来是吧 对 路透里 然后就其实就用这个 就是它会让你 就是你抹上之后会很滋润 但又不会很粘腻 就不会让你觉得很粘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这个整个 它就是一个卤白色的 就是很滋润 而且有淡淡的一种香味 就是我觉得很喜欢这个 对 我觉得闻起来 其实还是有淡淡香味的 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 男生女生拿它出来涂润唇膏 都会觉得很高级 是的 我在这个跟这个认识鸡翻新之前 我基本是不用润唇膏了 但是我用完这个之后 我就习惯性的要涂润唇膏了 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因为像这种非常方便 有一些润唇膏是要拿手抹 对 还有一些润唇膏 它其实是假润 它看上去很润 可是你还是要拿纸粘 粘掉它 然后你后续如果再来涂口红的时候 它就会很影响那些颜色 是的 但是这个完全不会 它就是非常的柔润 您要不要在你的手上 可以试一下 当然就非常的润 对 而且它的这个柔润度刚刚好 就刚刚好 有一点点亮 然后呢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黏那种感觉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无色的润唇膏 没错 它里面添加了许多天然的成分 可以给到我们的唇部肌肤提供恰当的水分 而且保持一个水润的饱满的状态 大家既可以在日常作为润唇膏来涂抹 其实睡前你可以厚涂 是的 你也会吗 对 因为有一阵我的嘴就特别干 然后睡前就要涂完之后直接就睡觉 是这样的 其实我跟你说 每天大家都要在睡前厚涂 每一天 哪怕有时候你白天忘记了涂 但是如果你每天睡前都记住了厚涂的话 其实把它当唇膜使用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的唇部就被深深的滋润了 没错 尤其秋冬天 真的是 对不对 所以大家赶紧去下单 有没有被种草 他们说断货了 断货了吗已经 这么厉害吗 反正上面已经有人说了 对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其实女生用 男的也可以用 男生也很适用这种润唇膏的 我觉得男生像你啊 你够时髦了 但你拿在手上就是御发的 对 很时髦的 谢谢了 关键它其实颜色很好看 是不是 是的 这很酷 对 那这个呢是酷的 下面还有个更酷的 好 这个呢奶白色 下面有一个 10号色 这个是我太喜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高体 有黑色的黑色的来了 朋友们对吧 朋友们黑色的来了 哦 嗯 是不是很漂亮 太漂亮 我要在白色地方 为大家呈现一下 可太漂亮了 它上面也有4G的浮雕 而且你看它整个 我觉得要你来拿 当然 就好适合你啊 哇太适合我了 我喜欢黑色 我觉得你好喜欢黑色 是的 是的 我一般什么舞台 我觉得穿一套黑色 就有安全感 你看今天龙银的MV 你也是黑色 是的 今天来季凡西直播间 也是黑色 季凡西要求的 对吧 季凡西 我也是喜欢了 喜欢喜欢 你看黑色就是季凡西 其实最标致的一个颜色 没错 对吧 就很很很高定 很代表 就是高定 对天生高定 这一款你看看到吗 就拿出来补妆 所有人就会觉得说 好酷啊 哇这个真的不错 啊 这个 对吧 它像一个珍藏的艺术品 我觉得 但是这个涂完不会就是嘴唇 黑了 黑的是吗 这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 你知道吗 不是宁凡有这样的问题 连我第一眼看到它 我这涂出来是黑的 还有我们做主持人 他好像不能涂完 然而不是 这个润唇膏 它有一个很妙的特点 它可以根据你 全部的肌肤的PH值 来进行智慧调色 所以你在你的嘴唇上涂上 我在我的嘴唇上涂上 它涂上 每个人的颜色 可能都不一样 对 它可能就是 是不是起到一个 给你这个嘴唇 增加饱和度的一个作用 但不会改变颜色 对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这种暗暗的红 但是它那个红的 非常的自然 但它会根据你嘴唇 自己的PH值来调整 所以有些人 可能涂出来的颜色 有深有浅 所以它肯定涂出来 不是黑的 我可以涂在我的手上 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会有一点点颜色 你看到 它其实有一点颜色 有一点点那种 对 但是这现在是我手部的PH值 对 它是有点淡淡的颜色 可以 这个我觉得很好 很可以 它其实可以增加你唇部的一个 我觉得看上去会很生动 气色 气色会好一些 对 气色会很好 而且它其实通勤的时候 你看这种颜色很好 对 对吧 然后你也不用花心思 你就涂就好了 你当真唇膏涂 明白 因为前面那个00号的润唇膏 它没有颜色 这个有点颜色 就可以 就是完全可以当做一款唇膏来用 明白 我觉得这个好酷啊 太酷了这个 上面好多人说我得赶紧去买 我得试试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草 非常好看 是吧 好 所以呢 它也 当然其实连它都可以跟其他的唇部的彩妆品一起来使用的 所以其实这两支我觉得都是必须要入手的秋冬的 一定要入手的润唇膏 真的都 而且都非常的润啊 好吗 那链接来了 在哪里下单呢 首先这款00号的润唇膏呢 是在8号链接 那购买价值390元的纪凡希高定禁忌润唇膏00号 即可获得红丝绒N37一支 好可爱 好小的 然后心无禁忌的香水一毫升 柔物的粉底液一毫升 唇妆的试色卡一张 对吧 好 所以只要你买它都可以拥有这一张 所以非常的划算啊 真的很划算 就一支唇膏就可以送这么多东西哦 对不对 而且是我们的高定系列哦 是的 好的 那刚刚呢 我们又为大家介绍过这两款润唇膏了 我们再继续来刷个口令好不好 好呀 因为又到了福利的环节 好 那福利的环节呢 我们这一轮的口令是 寄凡兮光彩底庄 这两个字 一个是光 光线的光 第二个是彩 彩蘑菇的彩 光彩底庄 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跟大家说这两个字呢 因为我们首先要保证口令要正确 口令要正确 第二个是请你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店铺 才可以有机会来有抽奖的资格 好吗 赶紧来刷起来好吗 寄凡兮光彩 好吗 光彩底庄 寄凡兮光彩底庄 赶紧来练练手刷起来好吗 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 好 等会儿呢 我们还是会为大家截屏抽取五位幸运的粉丝 送出惊喜的礼品 那同时大家也记得边刷口令呢 边加入纪凡兮的美妆的会员 然后下单任意的正装产品 获奖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纪凡兮刚刚宁哥清签的礼盒 清签礼盒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个清签的礼盒可真的是限量版 请宁哥来我们再展示一下 因为万一有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个礼盒是你要下单才能拥有的 所以要赶紧去下单任意的正装产品 并且记得加入我们的美妆会员 好吗 才可以获得 OK大家听清楚了 也请大家一定要把字打正确 一定要口令正确 好吗 好 一定要记得是彩 不是彩色的彩 是彩 我刚刚说的彩 蘑菇彩彩彩彩彩 好 这不是彩色的彩啊 你们是 是那个 就是只有左面那个 对 没有的三撇 好 来 来 3 2 1 开箱了 好 结了是吗 所以字眼要打正确哦 嗯 没有三撇啊 那个光彩的彩 没有三撇啊 光彩底粉 底妆 有了吗 好 我们还是五位的朋友 好 首先呢 不好意思 咬个错啊 有上面第一位就没有打对 所以我现在只抽到两位啊 嗯 第二位啊 是JD-VKTEBNVSHODM 恭喜你 第二位是SVTKTM 这两位 口令正确 好 我们还要辛苦您哥 再帮我们可能还要抽一次 来啊 再来一次 我们要再开门点时间哦 打错了 赶紧换一下啊 是没有三撇的那个彩 对 我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屏幕上 好多人是打对的 对 现在他们更改过来了 嗯 好的 来 来 三 二 一 截屏 好 截屏 我们会有五位的幸运粉丝 还差三位啊 三位 对 三位粉丝朋友们 抓紧时间 可以获得宁哥亲签的礼盒 但是你要记得一定要先去下单啊 一定要下单 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 成为我们的会员 好 来了三位 而且字都是正确的 好 OK 第一位是鸡翅要拆串 第二位是JD-62A 86728920AD 第三位是围裙妈妈亚 恭喜你们 五位朋友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请后台的工作人员截屏保存了 好 那恭喜这五位朋友们 请敬请期待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候我们的礼物 好吗 那刚刚我念到ID的中奖的小伙伴们 记得购买下单之后 七天内可以主动的联系我们的客服 好吗 谢谢 OK 那我们的这个offer呢 还要再次跟大家说一遍 就刚刚的两支非常重要的唇膏 一个是00号啊 价值390元的季凡希 高定的禁忌唇膏00号 即可获得红丝绒的N371.5克 心无禁忌香水一毫升 柔物粉底液一毫升 采纯妆的试色卡一份 好吗 还有就是刚刚还记得吗 柔光粉底液 一个是脸部的肌肤不能干 一个是嘴部的肌肤要保持滋润 所以这一瓶呢 是价值600元的柔光粉底液N95号 买它呢 即可获得柔光粉底液的一个5毫升三支妆 还有就是签名的正妆的散粉刷 这个是仙道仙德啊 再呼吁一下也有可能没了啊 就仙道仙德赶紧下单 还有就是心无禁忌的香水 一毫升 以及柔物粉底液在我这里 一毫升和纯妆的试色卡 真的有没有发现 计算机好大方 是的 是的 送了好多 我刚刚说了嘛 这瓶其实三支已经就是15毫升 就送了半瓶的量了 对不对 好的 那我要先把这些都还给你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又要继续挑战了 银哥 最后一轮关卡 离完成目标 只有一步之遥 好吗 大家在评论区也为银哥加油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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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的 来吧 觉得对于你来说就是毛毛雨啊 还行还行还行 对 但这一轮相对来是要难一点点 会难一些 因为它会跟一些专业的这个彩妆名词有关 明白 就我觉得对于男生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啊 好 好 好那这一轮的主要来考验宁哥的一个对色彩的洞察力以及形容能力啊 摆在我们桌上呢 其实现在呢有一二三四四只唇膏和唇有唇蜜啊好那他们呢都是我们的高定的唇装系列那还有呢四张这个分别对应他们的产品的四号的名词哦对我先给您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名词啊然后呢待会呢我们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这几款唇膏唇装产品然后你要找出唇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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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膏呢 对应的那个名词好现在这样看有点不知所措啊豆酷乃霜好它是哪个呢等会我们会为大家分享这个是红茶惊冻红茶惊冻好好多人再给你加一个甘义玫瑰甘义玫瑰好美的名字伯爵玫瑰啊这个感觉像喝了啊伯爵红茶一样好一共四个词条对应四只唇妆产品大家一起来给宁哥加油好吗嗯哼好那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第一只开始啊好呀你就要在那四个我就把它翻出来这四个啊这样你会方便看一点好 好啊嗯哼这样啊好那这款呢是我手上的云绒小羊皮啊号码是N15但是名字我就不念了好吗因为有可能马上就有人去下单了好吗这是一款非常热门的色号我给大家涂在我的手上来试色啊嗯它薄涂的时候呢 是那种朦胧的看得到吗嗯非常朦胧的肉桂粉色肉粉色看起来其实就是比较的低调嗯比较的低调啊然后如果我再把它叠涂一下厚涂厚涂其实会是非常的复古哦是不是很秋冬啊是的很复古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嗯那它是温柔又低调有木蒙蒙的感觉好先请您哥欣赏一下它是你觉得它特别像以上这四个名字里的哪一只 我觉得像豆蔻奶霜吧为什么呢对因为它就是比较的那个嫩嫩的感觉啊豆蔻色吗对就是对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说豆蔻色啊什么这个红茶色其实都是根据那个食物本身哦就豆蔻其实它就是有一点低低饱和度的那种嗯嗯暖暖的一种裸色的感觉明白 是不是是的是的你确定是豆蔻奶霜吗嗯是的我相信是啊而且奶霜你有没有发现它真的像奶霜对对对就是它像你看我用手在涂它涂在我的手上就真的像你在抹一层奶霜一样好恭喜你第一轮就正确了这个就是云蓉小羊皮N15号豆蔻奶霜恭喜恭喜哎呀这个色号呢那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眼豆蔻奶霜这么写的对那它呢薄涂起来确实就是 非常奶乎乎的豆蔻粉色调那如果呢你后头呢就会偏豆沙色一点点其实它是温柔中带着一点点水蜜桃的感觉所以其实是一个任何肤色都可以驾驭好的色号而且它真的是很像绵密的奶霜对所以和这个名字我觉得也很搭呀嗯嗯豆蔻奶霜这个名字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玩游戏其实你你自己都会记得当然当然是吧我相信屏幕前的朋友们也会记得他们都在说聪明 嗯厉害对吧哇啥都捧真的是不是关键是由于你这样的一个跟大家互动的方式其实会让他们更加知道哦寄翻锡的唇装产品好在哪里是的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它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对而且非常契合嗯非常契合而且当下当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刷头啊嗯可以还拍到特写吗你觉得这个刷头不一样嗯你可以看这里哦像什么像什么您说像吃的哦哦哦哦是吧 哦哦你看看对你觉得像什么像红豆是吧哎有点接近了对豆沙像一颗花生花生哦对对对对它是这样这样的形状的花生像一颗花生的形状对不对它的曲线是不一样的哦这个花生可不是一般的花生是好事会花生哇这是吉祥如意真是啊很适合要过新年啊哎真的好事花生我跟你讲它就是好事花生对不对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中国人的 理解啊其实它的这个设计它是为了贴合每一个人的唇部曲线哦对为了贴合它才有这样的一个造型明白所以它其实真的非常用心是的高定彩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好事花生给大家送去好运气啊是的啊好的那这只已经完美的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个哈嗯这个其实真的很轻松吧已经有一张结束了哈嗯下一个我们看看是这只吧可以这只非常的可爱啊嗯 这一只呢是我们的棒棒糖纯蜜像不像小时候吃那个某杯丝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那个糖然后在里面有这种对然后它4号呢是N117号嗯嗯117号然后我来给大家试测一下啊它跟刚刚那个有很不一样嗯给大家看一下好它涂出来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它是那种有流有那种琉璃糖一样的对 就它会它会像水晶一样那种有那种光泽感嘛哎光泽感会很强真的很像水晶嗯嗯看到吗那个雾面的感觉我给大家再涂好一点对对因为我们的镜头会吃到一点颜色嗯嗯好有没有一种哎你看我如果动一动我的手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种光泽感嗯是吧宁哥是的是的琉璃水晶像果冻一样对所以它又叫棒棒糖纯蜜嘛对吧那你觉得 得它对应的会是哪个呢那一定是这个了啊因为它有这个惊动的一个感觉吧水晶的它确实是亮晶晶的那种感觉啊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所以应该是红茶惊动哎呦你是先通过惊动惊动找到它的啊是的惊动从惊动惊动找到它的对那它的颜色呢其实它是一个红茶色是的对吧所以恭喜你它的答案就是红茶惊动厉害太厉害了哎这个名字也不错 也不好念啊红茶惊动红茶惊动但确实是很像果冻水晶琉璃的感觉对不对是的是的因为呢它这个真的是妆感如其名呈现出红茶般纯粹的一个棕色调而且它是镜面的玻璃般的妆效所以它涂在你嘴上的时候是水光嘟嘟醇甜度拉满有一种那种附加千金即适感公主们说的就是你们附加千金好吗然后呢如果你假如你素颜出门的话它其实非常的体气色 如果你直接涂满满涂它的话呢就是可以轻松的hold住全场哎呀我觉得它其实挺减零的就是会让女孩子看上去很可爱对而且它上面就是这种粉色小圆皮的然后看起来就是还蛮有质感的我觉得啊对你看它上面是小圆皮对吧下面是棒棒糖天哪真的好看对吧优雅极可爱于一身在几号对吗好多人在问几号了这款的色号首先是N117然后这个惊动的这个唇霜呢我们在几号的链接待会告诉我好吗 我们查一下啊好赶紧去买因为有好多人想买了所以它其实它的颜值和质地都非常的绝对每个细节都能感受到寄凡系的高定的工艺对吧没有人能拒绝这么美貌的棒棒糖唇蜜嗯哼好的我觉得其实宁哥对于小羊皮的这个材质是很熟悉的对对对嗯所以而且我觉得应该是看上去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很优雅的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不能错过小羊皮唇膏了嗯哼这两只已经猜完了都答对了好棒棒糖 在三号链接赶紧去下单好吗赶紧去下单嗯刚才我们说到的小羊皮唇膏呢这里呢我们有两只刚给大家看了他们两只呢其实分别也就对应这两只玫瑰啦对干一玫瑰和伯爵玫瑰其实已经开始很简单了啊是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319好吗319号这一只看看好不好猜啊嗯先看一下这只颜色哦嗯 哇哦就特别的有气场对像浓郁啊浓郁啊对复古迷人是吗是的好我先给大家涂一下啊它的薄涂这是比较薄的嗯它的薄涂呢是一种优雅的干枯玫瑰色给人一种神秘的朦胧的感觉嗯好如果现在我再把它厚涂涂满个怎么样哇哦是 你看每个人见到就会像宁哥刚刚那样哇哦带棕色调的深红色就像那种葡萄酒的颜色是的是的嗯葡萄酒的颜色我已经提示您了啊宁哥嗯你觉得它是哪一个呢那它一定是这个干一玫瑰啦对不对就像红酒一样的颜色那就一定是干一嗯真美好是的对吧这个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而且它真的会让你想起在秋日的这个午后嗯 或者我们在夜晚我们捧着一杯干液嗯嗯然后涂着这样的口红觉得那个如果有一个女性在我面前是这个样子我会觉得她特别迷人是的特别迷人好刚才呢宁哥已经说了这个是干液玫瑰嗯没错掌声恭喜一下这就是那一支干液玫瑰色好吧那干液玫瑰色虽然猜完了其实下一支是伯爵玫瑰到这里但是不我们要慢慢的再来品味一下这一支伯爵玫瑰没错 来伯爵玫瑰是N227号它也是一个玫瑰色但是它又有点不一样嗯你们看对比一下这两支这一支是干液玫瑰嗯这一支是伯爵玫瑰对颜色还是有差一点有的有的这个会稍微淡一些对这个会淡一些那也给大家来涂一下啊嗯好这个淡一点的伯爵玫瑰呢它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在玫瑰的色调再浓郁一点对就非常的玫瑰很女人对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通勤就上班是我觉得因为因为它是比较就是还是比较滋润的一个颜色对你看很好涂抹对而且一定会显得细色非常好对如果我再厚涂一下嗯哎厚涂一下会好优雅啊这个颜色怎么样我喜欢这个颜色高级高级是吧对 它就是那种很知性的嗯然后有一些呃岁月感是吧有些故事感的一朵玫瑰然后它是伯爵玫瑰就很像在午后一位美丽的女士涂着这个伯爵玫瑰再捧着一杯热伯爵茶嗯喝着茶对伯爵玫瑰茶哦是吧画面感满满啊是的是的好所以这两个色号哦其实都非常的契合冬日的氛围感尤其是配上大衣哦 围巾对吗然后就能够展现出那种玫瑰般的温柔的知性的气质嗯那比如说今年的大家很流行的这个美拉德妆容哦你知道美拉德妆容吗不知道哈哈来给我介绍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全身的色系比较统一那种焦糖色的质感哦就美拉德是来自于一个烘焙嘛你看那些烘焙的那些面包上面是不是都焦焦的颜色哦明白对就是那种美拉德再说一个你肯定知道因为你喝的热可可妆容那我知道对吧热可可我觉得相对美拉德 可能再深一点可能就是那种巧克力色的那种感觉啊如果你要那样的妆容的色系的话你看今天给你上课了哈嗯对这两只颜色就会非常的适合对不对就很适合然后呢也很大气很高级其实无论你去参加派对约会还是日常通勤都可以让你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时尚有气场所以这个冬天记得要好好的爱你们爱自己涂上他们美美的出门对我觉得就像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也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然后呢随时像身边人 表达爱意然后趁这个双十一可以行动起来对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好吗好那我们这个直播间所有的热门色号呢大家都可以根据你不同的这个场合不同的妆容的需求去轻松的选择轻松的驾驭好吗也可以自由的选择入手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尝试今年所有流行的妆容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在哪买了那这款319号啊价值390元的季凡希高定禁忌唇高319号也就是干溢玫瑰色领券30元 到手360元呢就可以获得红丝绒的N371.5克心无禁忌的香水1毫升然后柔物粉底液1毫升唇妆的试色卡以上都是送给大家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高定的丝绒的这个唇霜啊就是这一支15号它是在几号链接在6号链接那这一支呢是领券20元到手370元就可以获得小羊皮 306号1.5克心无禁忌香水1毫升以及柔物粉底液还有唇妆的试色卡都在这里了好吗可以任君选择你们可以再看看我手上的色号好吗嗯好我最后再把这个图给大家我们最后再看一眼好吗嗯好诗花生对我刚把擦掉了好的好诗会花生嗯老师再给我一个手上的特写好吗给大家念一下你看这个记住了嗯宁哥这个是什么豆蔻啊 奶霜豆蔻奶霜好诗会花生是的是我们的这个啊15号色嗯这个呢就是棒棒糖对红茶惊动嘛哎呦记得好清楚是学习成绩好好是好这个是呃金呃棒棒糖的纯蜜啊红茶惊动是的好这两个一个是薄图一个是厚图是甘毅玫瑰甘毅玫瑰这两个一个是薄图一个是厚图这个是伯爵玫瑰嗯大家记住了吗 我想这样的展示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晰了是的好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来重复一遍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呃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文伦礼物要送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每一位正在收看直播陪伴到我们现在的朋友们最后一部啊抽奖的口令来了好呀简单直白一点好不好记凡西大麦哇这这必须的好吗大家刷起来刚他们说老大你的记忆力好好啊那还是可以的当然了 这就是捧场我的粉丝对没有代言人好帮那必须的好吗那呃我们今天呢要刷的口令是纪凡西大麦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让大家刷起来纪凡西大麦首先大家记得哦口令的五个字一定要写正确好吗第二个是一定要关注店铺成为会员第三个是记得抽中你以后马上去联系客服好吗OK今天晚上的最后一轮我们要送的还是亲切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呀好呀来宁哥 辛苦就是一个亲呃自己我自己签的名的一个礼盒签名不值钱但是这个礼盒非常的非常的精致啊还不错啊你知道吗完美的彩妆品要和完美的代言人结合啊谢谢了对吧谢谢荣幸这就是百分百的所以这也这份礼物才是真的独一无二的属于你也属于纪凡西属于大家好的好吗那属于你们啊对属于你们但是这么珍贵的只有20份所以大家要加油加油其实只有5份了我们已经抽了对吧 抽了15个人所以最后的5位朋友很幸运啊好那给大家啊还有两轮哦所以我们其实还有10份我们还有10份哦还有10份嗯嗯比较可以比较可以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准备好我们请宁哥这样我们先抽5位好不好我们先抽5位来3请准备21截屏截屏好看看一般来说我们一版可能出来不了5位所以就要辛苦宁哥在后面的时间给我们多抽几个啊多抽几个对 那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今晚呢一定是入手记凡西高定唇装产品的好时机啊你想我们买一只小羊皮的319嗯就会送你额外一只迷你的37号其实那个迷你的呀也能用很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真的嗯真的能用很久所以大家要记得然后我们买一只云绒的小羊皮15号色还能去get小羊皮的爆款306号色在这里嗯 这是个爆款哇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两个赠品我们也是我也给大家试一试好不好放在我的手上哦对 这个是306嗯那是这个颜色真的是爆款非常显白是的嗯然后呢这个呢是 N37哇这个很美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对先给大家看一下不一样好的来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对不对我们来展示一下 好嗯我看看字有没有写对啊现在有三位朋友啊第一位是有理的朱小姐爱小鸭墨第二位是带着黑子去寻山第三位是朗朗上口的倪称来了好哦朗朗上口倪称来了不好意思抽不到你因为这一轮我们是纪凡西大卖而您写的是上一轮的口令公彩所以不好意思哦来慢了啊来晚了我们现在只抽了两位来我们再给一点时间嗯 换了换了对寄凡西大卖了啊寄凡西大卖对最后的时间当然寄凡西大卖了对不对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给一个特写啊刚给大家看了这两支赠品啊没有仔细的看完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想让你试是吧是让我试啊我试哪个你可以试吗当然啊当然试哪个要不就是这两支玫瑰可以啊可以干一玫瑰啊干一玫瑰是你刚刚非常喜欢的对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啊天哪宁哥可以是不是这是属于厚涂了一点是不是我抹了两下 对这就蛮厚涂了对这就比较的嗯哎你是冷白皮哎你看你涂出来好显白啊是的是的不是你还要薄涂一次吗就这样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宁哥专业的为我们展示了一次厚涂一次薄涂太浓郁了这个颜色真的是好看嗯干一玫瑰319号嗯你心动了吗而且你知道吗其实说句实话嗯你没涂之前你的手没显得这么白 啊是不是都图完都是显得脸白我跟你讲真的是可以的你图完之后我发现你那是这个手被他衬的真的很白是的是的真的很白嗯好不好意思宁哥那就请你再给我们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展示好吗嗯这样好饭不怕我们慢慢来嗯就就是要给大家来我们来截屏那个对对来321截屏好还有三位啊嗯好我们请工作员操作一下还有三位等会儿宁哥还要再给我们 展示一下这个伯爵玫瑰当然当然在这里嗯好来有了我看看首先先研究一下好恭喜三位口令正确啊TBNICKNICK-ZRUUM第二位是ASDF我是你的宝贝儿第三位是吃了地瓜在睡觉528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加上前面两位恭喜五位恭喜恭喜 本次获得了宁哥清签的礼盒好这是五位的朋友们啊嗯嗯计算器非常大气跟我说不对还有五位所以在另外的五位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把这个我们先让他们继续刷一会好吗可以啊可以啊好的我们再来把这款伯爵玫瑰给大家试个色好吗哎呀你先厚土还是薄土啊我先厚吧好嗯因为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真的好看嗯等回头跳个舞台给你们用一下嗯 你真的吗你确定吗是的可以的跳个舞台可以吗那都是薄涂一下可以是可以的薄涂当然可以啊你涂就已经可以了是的当然哎给大家再转过来嗯看到吗您各位大家展示了厚土和薄涂是的我觉得厚土会非常的复古薄涂就会非常的有气色很优雅的一个颜色没错没错嗯而且你涂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润吗就很很润啊很润对而且非常的适合秋冬因为它不干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遮盖这个 唇纹的作用对所以会让你在秋冬天你的嘴唇看上去其实还是非常的润非常润很饱满而且会涂起来很丝滑一点都不会干是的好的那已经试完毕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有五位来请宁哥准备来三二一截屏好截屏啊哎呀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跟着宁哥一起抄作业啊抄作业嗯我们在一边等待的时候我们就一边 待会来复盘一下啊嗯嗯对其实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都是非常适合秋日的是的无论是唇妆还是彩妆嗯还是底妆对不对都是好已经抽到了我看一下一二三四现在有四位朋友五好口令也都正确第一位叫做徐悦儿第二位是MD-无糖气泡水第三位是MD-美杜莎LYN第四位是JD-MKJAZRATCVR VLF哎呦这个口令是的相当绕口令是绕口令绕口令是好已经是四位了我们还差一位啊来请宁哥再帮我们准备一下来三二一截屏好截屏辛苦辛苦啊辛苦啊好我们再等待一下啊嗯好今天晚上我们其实从这个散粉散粉呢四公格的散粉在十号链接对不对 然后呢你购买五百九十元的四公格的散粉一号色呢领券一百十元到手四百七十元可以获得四公格的迷你散粉两号色然后还有就是柔光粉底液五毫升啊签名的正装的散粉刷还有心无禁忌的香水柔物粉底液和唇装的试色卡都非常多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绝对是你的粉丝哦刘宇宁的云朵云朵啊好现在呢是五位朋友们都出现了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恭喜好那现在呢是我们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跟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客服去联系然后七个工作日之内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回馈好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好那刚才呢也给大家复习了一遍我可以不说太多的offer我们说一下链接好不好最后来说一下链接好那四号四公格的散粉一号色呢是在十号链接蜜粉饼呢是在九号链接润唇膏两支两个颜色是在八号链接小羊皮禁忌唇膏 是在七号链接云绒小羊皮和丝绒唇霜是在六号链接柔光粉底液是在五号链接好吗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好呀哇直播已经哦结束了是吧到点了啊到点了嗯要下班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步入尾声了嗯那趁这个机会您哥还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你的粉丝们吗祝福啊反正就是因为双十一了嘛然后大家可以选择 呃我所信赖的这种彩妆啊产品可以让自己在这个马上过年的期间可以变得更美嘛嗯所以也希望你们今年都没有遗憾的过一整年嗯没有遗憾对其实有你的歌声有你的作品做陪伴我想我们即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听到你的歌看到你的剧作我们可能就可以收获那那一个时光的美好没错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哎呦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哈哈哈 是而且我觉得你刚用那个才我特别喜欢就是你信任的产品没错我觉得您跟我们这样合作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对所以他信任的产品他信任季凡希为季凡希做代言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最好的代言没错好吗也祝季凡希大麦大麦大麦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晚安各位拜拜 拜拜